大家好,2021年2月19日第一部视频 这几天美国突然出现了大停电 怎么回事呢?美国南方出现了寒流 南方嘛,大家自然知道是比较温暖的地方 一般冬天不会多冷 但这次呢,说是有这个冷风自北极过来 而且直接就到达了这个德州这一带 德克萨斯,不是山东,中国山东那个德州 那个这种冷天气造成了平常在2月份也就是几度 摄氏几度的这个天气,忽然降到零下18度 那零下18度带来什么问题呢?电不够用了 怎么回事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电,尤其是德州这一带 为了进行这种绿色能源 这个电力供应非常多元化 像传统的烧煤的这种发电厂 相对来说很少了 还有很多这个烧化石燃料的呢 就是烧的是天然气 美国天然气产量很大 天然气呢是相对绿色的这种燃料 污染少,所以很多都是烧天然气 这天气一冷呢,天然气就产能受限 天然气井受到影响 打不上那么多天然气来了 这样很多天然气发电厂被迫停工 再一个呢,风能 风能因为这种极端气温 造成了很多这个风力发电厂 设备被,被怎么说呢? 被冻住了吧,冻结了 就说是不适应这种天气 无法运转 这风能又卸菜了 再一个太阳能 太阳能就甭说了 这个面对着这种暴风雪天气 太阳能自然就是没有什么能量可以发了 那这样的话 多元化甚至主要与绿色能源 占据相对主体地位的德州 南方几个州 就大量的发电企业不行了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 不仅发电企业不行 这个叫做什么 输配也不行 怎么回事呢 这个美国的基础设施啊 很多 尤其是这种关系到这个比较有前瞻性 能使用年数非常长久的这些项目 你比方说铁路公路 在美国都是多少年前就建好 电力设备也是如此 电力设备 很多输电设备 配电设备 都有30年甚至50年的 这个服役历史 造成了在这个应对南方 南方这种电网 应对这种极端低温的状况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输配线路啊 结冰啊 这个电壶 放电啊 跳闸 断路啊 这种情况也频发 本来发的电就少了 输配这方面又出现问题 所以电力确实非常紧张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德州电网呢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电网 它并不是和美国其他各州呢 进行联网呢 这时候电力紧张 自己发不出来 呃 配送出现问题 那临近的别的州支援一下也行啊 但是呢 美国 比方说咱们大陆 呃 民众可能不太了解 因为中国的嘛 像这种 影响重大的地方 都是由中共把持 中国的只有在发电侧 有一些这种非国企的这种灵活 你比方说南方有一些小水电是私营的 呃 还有一些股份之大的这个发电企业 你比方说像这个华能啊 呃 你说是国有吧 不是国有 你说是私有吧 不是私有 这个交叉持股啊 层层迷雾 其实呢 都是权贵 主要是李鹏家把持的 在输配店呢 基本上都是由国营公司 就是中国电力来控制 所以呢 这个相对来说 呃 还是相对稳妥一些 不太了解美国这边的情况 美国呢 这个电网 呃 发电企业 也叫电源企业 还有这个输配 输配送售啊 这几块都是相对灵活的 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层面 这个各种企业都可以参与 呃 私营企业啊 甚至外外资企业啊 美国本土企业啊 大家都可以进行这种充分的竞争和参与 呃 现在中共来攻击啊 美国是因为这些 呃 构成成分不同 呃 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参与 所以呢 协调起来困难 其实并不是 这是中共的一种 歪曲虚假宣传 呃 在好的法治社会 大家都能有条不紊的按照规则来做事 而且充分竞争之后 让这个企业充满活力 更有利于电力的调动与成本的下降 只有中国这种地方看似是铁板一块 好像比较稳妥 其实呢 背后是巨大的浪费和低效率 中国这些企业 毫无竞争力可言 这个咱就不谈了 这个攻击美国这些因为参与的企业多协调不好 呃 这块基本上并不存在这种现象 但是在这种极端 天气极端情况下 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 比方说 德州以外的电网 因为没有过去做好像德州这种能源充沛的地方 送电输送能源的这种预案 所以呢 现在向往的配送电也有点编长莫及 也达不到要求 德州呢 是一个能源充沛的一个地方 这里呢 石油天然气 呃 非常充沛 电力企业也众多 过去呢 自给自足 没有问题 甚至往别的州 还有输送 更不要说石油天然气 等等的大量出口了 这以上几点呢 扫出了德州大厅店 呃 其他新闻也都报过了 大家都知道 因为是南方嘛 房屋也不具有这种抗 极寒天气的这种能力 很多这种供热系统 呃 没有电也运转不起来 哪怕你是烧天然气的 也得先用电来进行 风扇吹送啊 进行散热 这个是靠电驱动的 所以 外边不供电 你家里的取暖 自己即使有天然气 也白搭 房子又不遇寒 停电之后 没法保暖 有的人 甚至拆了家具 在壁路里燃烧 一工渡过难关 嗯 给民生带来很大的问题 已经有二十多人 先后死于这个 极寒天气 那 前面说的 美国这种基础设施 老旧 真的是很老旧 真的是不堪一击吗 呃 就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来谈一谈 这个 有很多朋友 如果出国的话 就会发现 很多发达国家 并不是说是 到处都像中国 北上广深一样 高楼林立 啊 这个 现代化的设施 此起彼伏 很多新鲜事物 都能马上铺开 而且 道路 建筑 都非常光鲜 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 现代化都市的感觉 国外 国外很多地方呢 除了大都市之外 大多的时候 基本都是由 过去的老旧 住宅和基础设施组成的 为什么 人家一座桥 修好 如果没有经过战争的话 几十年 上百年 甚至几百年的存在 很正常 哪怕是楼房呢 没有豆腐渣工程 也是几百年 助力 像美国 这种铁路 和电力设施 也都是修好 几十年 甚至近百年的 一直在存在下去 看似老旧 其实皆是 同时 国外 没有中国这种 要拆了件 见了拆 一个是豆腐渣 另一个呢 要实现 鸡的屁 这种不停的增长 国外呢 不存在这种浪费现象 所以呢 并不如中国 看着那么光鲜 但是呢 别人富是 富在里子里面 中国呢 好是好在面子上 国外的政府呢 更多的是为民众服务 政府呢 收上来的税 承担了 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由政府 他应该做的 这就是政府的职能 更不要说 用于民生的医疗教育 养老等等 而中国呢 是把雷蟹大山 还有政府 所应该担负的职能 全部推出去 都交给百姓来做 同时 建筑呢 是好高勿远 大建楼堂 管锁 所有的一切呢 全都堆积在 这个一片债务之上 其实百姓呢 现在也是债台高处 所以国外呢 是富 富在每一个人身上 富 富在百姓身上 政府呢 很穷 但是呢 整个社会基础建设 做得非常好 一场大雨就可以看到 大雨过后 国外的排水管道流畅 没有积水 中国呢 光鲜的建筑外面 一片汪洋 每次大雨 都是百年一遇 千年一遇 下次就会说万年一遇 我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 他怎么知道千年一遇 万年一遇的 这种国外政府和中国政府 理念不同 所负责的人不同 国外负责的是民众 国内负责的是权贵 同时建设 国外债务相对来说 非常的轻 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 很稳重的 略显老旧 但是 稳扎稳打的 这些基础建设 中国呢 是一片光鲜的 亮丽的 里面可能是豆腐渣的 靠举债 来维持的 各种表面的 这些东西吧 这个是有根本的区别 再说一说 美国这次电力和中国 还是有不同 美国这次呢 更多是极端天气造成的 随着美国 这个天气的过去 然后电力 掉配的这种到位 像天然气 太阳能都能恢复 而且美国这次呢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是发生在南方电网 这种极端天气 发电量呢 也没有做好 这么好的这种 熔鱼 备安 一直认为 无论怎样 这个风 这个电风 用掉不过如此 可没想到 这么冷的天气 持续下来 多少人要取暖 电又不足 然后用的又多 它自然也会出现 这种频繁的跳闸 断电现象 咱再说一下 和美国和中国的区别 这次停电 中国前一段时间 我们也知道 在两个月之前 也进行了大停电 中国呢 那是人货 本来电力市场 就是一桶江山 都是国字号 很少的外来的发电企业 进行补充 那中国为什么大停电呢 中国 主要是用的煤 用煤 你就好好用吧 韩安前几年 大搞这个 收归国有 见不得这个 煤老板挣钱 是 煤老板 取得矿产资源 有一些带有原罪 那你可以 把这种合法 守法的任务企业保留 你把这个 谁有原罪 你算谁的罪 不就得了吗 一刀切 所有的消灭 现在是能源 也把持 这个电网 也把持 发电也把持 配送 兽都把持 那韩安为什么出现停电呢 主要就是 能源 这一块 出现了问题 一个是 自己 关停了很多 小煤 小煤矿 小煤井 为了 装作 响应 气候变化协议 低碳排放 然后呢 交给了这个大的 国有企业 国有煤矿 他们的低效率 产能低 并不能很好的 适应这种市场 或者是突发情况的调节 第二 很多 煤矿被关之后 感觉澳洲 煤矿便宜 动力没不错 进口大量 澳洲的能源 但是呢 为了制裁澳洲 因为澳洲嘛 嗯 说是要追究中国在抗疫之中的责任 要追查疫情的来源 以及对中国人权进行这种反击 所以呢 你说我不好啊 虽然我以脑袋疮啊 但是呢 你不能说我有个疙瘩 你说我就制裁你 就不用 不用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煤价 暴涨 断工 然后呢 电力企业发电困难 同时 权贵利用自己把持的 在电力行业和能源行业的这种 能力 这种能量 借机呢 发难 再想 既要一些新的政策 要一些新的这个好处 借机也来敲一把 最后 综合起来的各种人祸 酿成了 春节之前的这场 中国式的大停电 美国呢 大停电是受天气影响 和准备不足 中国的大停电呢 就是一场人祸 这个有根本的不同 最近 本来大停电 这个新闻觉得 不是太重要 因为我也没处在美国嘛 也没有感同身受 但是 没有想到 很多这个 国内媒体 开始歪曲报道这个事情 所以感觉 有必要把这个事情 聊一聊 把两次大停电 和大家 做一下小探讨 好了 拜拜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